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婚姻的杀手 欺骗 在一些影视剧里面 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桥段 男女主角其中一方呢 因为某些因素隐瞒了自己的身份 然后呢和对方交往 后来对方发现了另一方真实的身份之后呢 自尊受伤 非常的气愤 导致关系破裂 有些呢严重的是永久的关系破裂 轻一点的是暂时的关系破裂 后来呢重修于好 从这里我们看到 人和人之间呢有一个关系的杀手 就是欺骗 这个欺骗也是婚姻的杀手 也是亲子之间关系的杀手 因为当我们感受到被人欺骗的时候 我们就会感觉自尊受伤 哪怕对方隐瞒自己的身份 是出于合情合理的 我们都会感到受伤 一下子接受不了 可见诚实在人际交往关系上呢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每天有一个功课要做 就是修诚实的功课 我们一定要在小事上开始注重诚实 要活在诚实当中 活在诚实当中就是活在光明当中 活在诚实光明当中 我们的内心才会有快乐 有平安 祝福你